中央社台北7日电中国大陆1.2万余剂免疫球蛋白注射剂日前被指验出具艾滋病毒抗体,不过,中 国家药监局初步调查表示,对涉事批次产品的艾滋病,B肝、C肝三种病毒核酸检测,结果均为阴性 新华社报导,国家药监局5日接到国家卫生健康委通报, 指上海新兴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,P号为2018-0610Z的一批次人类免疫球蛋白静脉注射剂,其艾滋病毒抗体检测为阳性 国家药监局接到通报后立即要求上海市药监局对上海新兴开展现场 检查,对同批原料血浆生产的产品和相邻批次产品进行检验 官方并要求立即暂停使用该企业生产的相关产品 事件的起因是江西医名新生而近期因身体不适,在医院各项 检查时发现艾滋病呈弱阳性,再度检测时又呈现阴性 经追查才发现上海新兴医药这批注射剂有问题 中国国家药监局6日深夜在官网公布初步调查情况,表示对涉事批次免疫球蛋白进行的艾滋病,B肝 C肝三种病毒核酸检测,结果均为阴性,江西方面对患者的艾滋病病毒核酸检测,结果也是阴性 这份通报还表示,对企业现场核查等有关工作正在进一步进行中 所谓免疫球蛋白注射剂提取自捐血浆,用于静脉注射的血液制品 主要治疗急性炎症,血小板减少,控制化疗感染,也可治疗免疫缺陷病 大面积烧伤,严重创伤感染,以及败血病等,也会用于血友病治疗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专家邵一鸣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 采访时分析说,只有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人体内才会产生抗体 血液制品的生产过程要求非常严格,若免疫球蛋白的艾滋病毒抗体检测为阳性 意味着财血过程出了漏洞,将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人的血浆混进了生产线 编辑,张书010800207